台南有公庙被直击 设立告示牌挡住了民宅的路口 有民众就发文控诉 民宅的主人舍不得把祖措卖给庙方 庙方就设了四大块告示牌挡在门口 民众痛披脏的行为实在是太夸张 而实际到现场询问庙方 不只出面澄清 庙方还很生气 认为说对方摆摊卖精纸 占用到庙地影响到了乡客安全 双方调解不成 事情浮出台面 而现在也将进入司法程序 远远看上去庙的一旁 和民宅紧密连结 不过再仔细看四大块告示牌 却挡住门口 被民众直击认为太夸张了吧 画面曝光实际到当地 庙方也气得反控 这间庙就位在台南 原来这民宅平时做买卖精纸生意 庙方认为对方摊位越摆越外面 时常影响镇头相客出入安全 更何况占用的位置原本就属于庙地 这一年一年 这三个堂两边都落空的 这边就是那边要关起来 要叫我庙地做生意 那顶头在哪里表现 要去人摸到要怎样 占用土地问题已经存在十多年 双方也曾进行调解 不过最终都是失败收场 甚至闹得不愉快 双方各有立场 庙方也认为 告示牌中间和后面都有流通道 土地划分引发争议该如何解 如今事情被抬上台面 也将进入司法程序 接受不到